既幼歡感染狂犬病之後 台東又發生前屬感染狂犬病的案例 甚至還咬傷一名婦人 為避免疫情持續的擴散 台東縣政府第一時間會同環保局以及相關局處單位 27號上午在縣府大廳免費發放滅屬的藥品 一早就有民眾排隊領取 縣長黃建廷也針對此事件提出說明以及相關的防疫措施 兩天前發生的台東市婦人被這支前屬跟她接觸到 後來證實並沒有咬出來的傷口 所以這位婦人也不需要去施打疫苗 不過這支前屬驗出來它是帶有栗莎病毒的 但是是不是是狂犬病那一型還在做進一步的檢驗 我們知道的是老鼠一般來講並不是狂犬病毒主要的宿主 當然雖然發生過這樣的案例 但基本上它不是主要的宿主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們把這個防疫的規格要拉到最高 既然發生老鼠有感染到栗莎病毒 我想我們台東市甚至整個台東縣就要開始來做 全面補屬滅屬的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就要求我們的環保局 把所有現在庫存的這個滅屬的這個藥 全部拿出來在縣府這邊來發放給民眾 縣長表示整個疫情研判還是需要中央防檢局來處理 台東縣已做好最高的防疫措施 也呼籲民眾提高警覺 我想這個整個疫情的研判 還是由中央防檢局來處理 那我們只針對台東這個部分 要努力的去做好我們防疫的工作 包括所有的民眾都要提高警覺 不要跟野生動物接觸 不要甚至於家裡的貓犬也都要特別的 特別的留心 特別的留意 目前全縣已針對家中的犬貓 以及流浪動物全面性施打疫苗 不足的部分 中央也都陸續向國外採購 也提醒民眾盡量避免接觸不明的生物 以確保自身的安全 東南新聞 陳敬雄 台東市報導